那今天遇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花儿说啊这不是出井了吗 有的花儿也问我老花依 这个绣球出井了值不值钱 绣球会不会出井啊 关于出井这个话题呢 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 好吧 我下面呢给大家去溜达溜达 给大家说一说几种带井的植物 还有它们为什么会形成 好吧 像这种呢出现花斑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井 有的呢它是自然 就是说它这个一个品种 出来就是井 有的呢是长着长着 跟其他的不一样 产生的变异出来的井 就是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就看我这个头发 你看我才30 你不能说我老了吧 这种也可以理解为出井 你看这个 这个呢就是雪莹 这个呢它现在这种也是出井 还有那个油画 混里油画吊篮 那个也是出井 还有这种 你看金星吊篮 这种你也可以理解为 也是出井 对吧 也有那种存绿的 就是很多的话我都不理解 说老花为什么出井 这个东西呢在植物上面呢 它就是一个叶绿树的缺湿 你像这个新花月井 这个黄金花月 它也是这么个道理 这种东西呢它可以变变绿吗 它也是可以的 像出井的植物呢 缺光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变绿 因为植物非常的聪明 它为什么会非常聪明呢 你看哈这个植物缺水的时候 你给它惹几眼了 它不光是花盆里边长根 它枝条上面 它甚至说这种树干上面 它都会去长根 对吧 你缺光了之后呢 它会涂长 一只红杏出墙来 对吧 植物有很强的可塑性和抗凝性 那说有的花 有的老花 又为什么我把花一样死了 这个都是你浇灌 你爱过多把它腻死的 植物呢出井 就是说哎 你这种正常的一个 实在不行 你又行是我这个头部的事 这不也是出井吗 这不是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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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其实关于这个植物出井 值不值钱的 完全靠个人的一个审美 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行业里面的一些运作 把它这个价值炒起来也就值钱了 希望换我们的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 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带井的东西呢 这个不反对 好吧 这个叫什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吧 好了 出井就这么个事啊 有的话说我能怎么怎么让它出井吗 有自然变异 一般都是自然变异为主的 当然了也有一些药物 可能你要参考日本那边了 咱们这个呢 就是随缘出井了 刚才对了 刚才一开始给大家看到的那个绣球 那不是出井 那是黄叶 我还没怎么见过出井的绣球呢 好了好了 我老花一 小花最上一 白了